由Stanley帶來的 《公益專案到區塊鏈世界拉贊助》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剛剛前面有人講到浮誇的紀念品 看到這個帽子大概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是誰呢 我們是公益專案到區塊世界拉贊助的FABDAO 那FABDAO是一個在鏈上關注公益 以及藝術的鏈上的人士們組織起來的組織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我們希望在區塊鏈世界裡面 他們有一些人拒絕一筆資金想要贊助公益活動 那這些公益活動需要參與的資格 你需要有鏈上身份 我們想把這些公益團體 介紹他們擁有鏈上身份之後 來這個區塊鏈世界拿到一些補助 那我們自己首先用FABDAO的身份呢 在這個公益世界裡面募到了一筆錢 那募到多少錢呢 1370元的USD 就是大概是美金左右 美金大概1370元左右 那贊助了哪些公益專案呢 第一個立法院大小生 這個是一個關注立委問政的一個APP 那在裡面你可以知道這個立委 你可以選立委 你會知道這個立委關注了哪些議題 你同時也可以找到說 這個議題有哪些立委在關注 那最近要選舉的這個APP是很重要的 那再來 驗學者引入協會呢 他們認為我自己是個國小老師 在實驗教育機構擔任教師工作 那以往無法回應一個問題說 你們這個實驗教育都是只有有錢人的家庭 才能這個擁有的一些福利 那驗學者引入協會他們想做的是 就是引介弱勢的家庭的小孩 然後引介自學的資源以及優質的教育給他們 那再來愛長照的心雲計畫 他們在幫助的是 不是長照裡面受照顧的人 而是那些照顧長照者的人 就是這些人他們長期會有一些資源上面的 或是心理上的缺乏 然後所以他們需要更多的支持 那下一個系的計畫 它是一個藝術沙龍 他們要結合的是一種策展這件事 他們認為策展是把不同文化裡面 相同的元素連結起來 那這也是在鏈上進行的一個藝術家組織 最後是區塊室 然後他是web上入門的一個關注公益的平台 也就是他關心的不是幣圈的幣價漲碟 他關心的是鏈圈裡面跟公共財公共扇有關的事情 好 那我們用這些錢做了這些公益的專案之後呢 請他們來參加配對 然後募資有一個資金池 如果有人投票的話 就是他捐了多少錢 這個資金池就會搭配捐給他多少錢 我們做的方法是平方募資法 那在我們的簡報裡面 藍色的部分就可以點到連結 那裡面有比較詳細的報告 那因為今天時間是有限的 錢是從哪裡來最後說 我們是從Gitcoin Grants來的 它本身是一個 就是一個怎麼講 去中心化的自治組織 那你也能自己申請 你認識的團體也能自己申請 那詳見下午還會有一個短講 好 謝謝各位 謝謝Stanley